那剛剛講完一個單獨遊戲的開發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跳第二個主題 呃...如何把手機遊戲或是行動平台的遊戲 變成印鈔票的東西 主持人是CharlixDM是跟Google合作的一個 Mobile Game相關的一個Transorganizer 其實我不認識他,我是後來查才知道 那底下有三個人 因為我想大家應該也都不認識這些人名 先把作品列出來 第一個是Agrepress大家一定會知道 那第二個Gun Bros可能就固定那麼多人知道 也許還是有人知道,如果你是在做Mobile Game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 然後再來是Cut the Road Cut the Road這個今年比較有名是因為他得了 就是Game Developer Choice Awards的Handheld部分 就是今年的手機 應該就是行動平台 手持式遊戲平台的GDC的那個大獎 是頒給Cut the Road 那他打敗了誰呢? 他打敗了那個MGSDW 就是Metal Gear Solid的Peace Walker 他也被提名,但是只有Cut the Road 這個只有五個人的小公司得獎 OK那這三個人都很不同的背景 第一個是Pieter Bester Feca他在Rubio是擔任Mighty Eagle的職位 那有玩Angry Bird應該知道什麼是Mighty Eagle 就是你在整個遊戲裡面 唯一可以花錢購買的那個付費道具 就是Mighty Eagle 這個Rubio這家公司在開發Angry Bird之前 已經開發51個手機作品 他們在2013年就開始做了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偶然的成功 他們是努力了很久 Angry Bird是他們第52個作品 然後他們公司目前在芬蘭有50個 大概有在赫爾辛西 然後大概有50個人 然後以他們現在就是 因為之前做很多作品 可能沒有那麼成功 但是他們因為Angry Bird大成功之後 他們就決定把Angry Bird當成 主要的一個品牌 像瑪利歐或是像音速小時那樣子 把它變成一個品牌 然後拓展產品線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很多的工作是去做玩偶 做可能書或是什麼有關的東西 那他是說 商業機會在哪裡 他就我們哪邊 然後 這邊提到一些有趣的問題 就是 因為這場talk是 用Panel形式對談 所以我沒有那麼額外的素材可以給你們看 因為他們就是三個人坐在台上 然後就對台上 然後那個主持人就是不會問他們一些問題 這樣子 那主持人問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Why Bird為什麼要用銘牌 然後Peter的回答就是 Why not Bird 他們說 當初是在開發其他的遊戲的時候 就涉及Angry Bird這個角色 但是 可能他們覺得原本那個遊戲不好玩 所以就作罷 然後才重新把Angry Bird包裝成一個 就是物理解謎的小遊戲 這樣 可能有一些從 Console Game 或是 傳統PC Game來的 比較硬派的玩家 可能會覺得說 這種手機遊戲 這種 手持遊戲 他們 大概沒有什麼人真的在care遊戲品質 那個 Angry Bird會成功也是運氣好而已 但是其實 就我聽他們對談的過程中 至少我會知道 Peter這個人 他非常的注重遊戲品質 然後甚至 其他人 講一些比較像 ZINGA的做法 或是講一些比較 純粹商業手段的做法的時候 他會去吐槽那些人 就是他們真的覺得他們自己的遊戲品質很好 他們很自豪的這一點 然後 他們說 他們在 iOS上 跟在 那個 Android上 裡面是採取完全不同的商業模式 在iOS上面 他們就是 一套0.99這樣賣 但是在Android上面呢 他們其實是 用免費下輪的方式 然後結合 廣告網路 去 營收 所以 他覺得採取 各種不同的 販售策略跟行銷策略是非常重要 他覺得沒有哪一種 策略是絕對有效的 也沒有說什麼 你一定說 Android的遊戲都不會賺錢啊 你看那個 盜版一大堆什麼的 就是可能有很多人覺得說 他們覺得Android不值得投資 可是他 他就很明白地講 他在 Android上面有 Angry Buds 已經有超過1300萬是下載 然後這些下載裡面 就是 創造了很多 廣告相關的收益 然後他們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他覺得 你做遊戲的 付費道具 下載 就是付費下載的道具 你不要去想說 譬如說我要今天做一個RPG 所以 他裡面一定會有 上 就是可能上百種 上千種的物品 然後你就想辦法把每一個東西都標價 大家就是都是付現金買 然後付現金買 你的角色才會越來越搶之類的 然後你希望說 這個我付費下載的 這些道具有這麼多個 那好歹有些玩家可能會買一兩個 然後他說 他們從一開始不是這樣設計 他們一開始就是把MyT Eagle做成 遊戲機制的一部份 然後他讓 Angry Buds 有下載Angry Buds的玩家 大概有40%到50%的 都會去買MyT Eagle conversion rate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後他們有80%的維持率 就是大部分人都會一直在更新這個遊戲 然後他們覺得凝缺污染是很重要的 然後他不太同意金買的做法 譬如說 想辦法 搞了一個圈圈農場 然後又一個圈圈 就是 農場之後又農場 又農場再農場 就是他很不喜歡這樣的做法 然後再來是他非常唱衰傳統的conzo市場 因為在禮拜三早上的時候 顏田聰去做了一個演講 他說他覺得 為什麼現在開始很多人把他們的作品 見價抗售 0.99、1.99也在買 然後 那AngryBus就嗆回去 他就說 你49.99也比較好玩啊 對不對 所以他就很暢水 然後他再來說 今年是iPad2 明年就iPad3 後年就iPad4 然後他就說 PS4 Not so much OK 然後他說他們在多平台開發的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是 他們可能在WebOS 在iPad4 在iPad4 在Android上面 就是他好像會創造你的話題性 為什麼 為什麼鳥要生氣 然後再來是 生氣鳥 他背後其實還是有一些故事包裝的人 你實際玩過大家會知道 就是 再簡單的遊戲 他還是希望包裝一個東西 讓玩家可以投入一點情感進去 或是說讓玩家稍微了解一下他們在玩什麼東西 然後重點是你看 每一隻鳥的 譬如說外觀 叫聲 性格 全部都不一樣 那當然是可以創造一些這樣子的效果 然後再來是 這個 Mike Breslin 這個Blue Mobile 其實是 一個發行商 他們不是製作遊戲的方式 那 他們跨國算很大 400 所以跟剛剛的性質就不一樣 他們的公司很大 然後跨國 然後基本上是通貨營運 所以很多講法 他們很多觀點都會不一樣 譬如說他們覺得 第一個遊戲服務化是重點 然後他們要永遠的不斷在 因為是遊戲服務化 所以就是不斷的你就要隨時更新 隨時加值 永遠都要做 永遠都要做A-B-Test 你每次更新的時候 你就A-B-Test的一次 就是看怎樣的更新比較好 然後因為現在的遊戲 你都已經可以 幾乎都已經是用推送的方式 在送到玩家手上 所以 你盡量去更新 然後 不斷的去測試 不斷的去經濟你的遊戲 然後他們的做法就比較像ZINGA 譬如說 建立遊戲網絡 當然他們有強調 他們不希望用輕入型的廣告 他們全部都是做這個 免費的遊戲 免費的 就是會置入廣告的這種遊戲 那 他們是一直強調說 他們的遊戲沒有做輕入型的廣告 但是我沒有玩過 所以我不曉得 那他們比較採取像ZINGA那樣的方式 就是把遊戲 收集起來 他們也在找很多 有實力的開發的一些Studio 他們把這些遊戲串連起來 然後建立一個比較大的社群 然後讓玩家跟流量在中間流動這樣 然後他們的Gumbros在兩個月間超過100萬次免費下載 在Android上面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 剛剛那個做生氣鳥 那個Peter嗆他 他說你在Android上有多少是下載 然後他就說我100萬次 他說我1300萬 OK就這樣 台上就這樣講 好那 他說他們犯過的一些錯誤是 也許 因為他們做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網路合作型的遊戲 那有時候會遇到一些狀況是 你這個遊戲如果沒有辦法連上網路的時候 就幾乎沒有遊戲性而已 那他說他盡量要避免這個狀況 所以他建議你的遊戲 無論如何不一定有一個零線模式 可以玩 然後他希望以後可以達到不同狀態相同的遊戲 譬如說你在公車上的時候 你是用iPhone玩玩玩 然後當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同一個遊戲 你把可能紀錄一拖 或者是他根本就是線上同步的 你回到家你就用iPad玩一模一樣的遊戲 你的進度啊什麼的 就是全部都是連貫的 然後他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他覺得這個現在線上 Mobile的這種遊戲市場 他覺得有點回到當年 Arcade的時代那種感覺 就是大家會真的去 因為一個遊戲在某個遊樂場很好玩 所以我就跑去投錢 然後我偷銜我就玩一次偷銜 我就玩一次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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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偷銜 然後我就看到老闆一直賺一直賺 就是他覺得 現在這個時代比較 有點像回去掉那種感覺 就是 你一直付費買 In Application Purchase 然後你一直付費買Linage.99的小遊戲 但終於是那些遊戲真的要好好玩 要不然的話 他們隨時可以把那遊戲刪掉 而且現在Linage.99隨時可以退費 你如果真的覺得不好玩 我就退費 ok 然後再來是這個 Zepto Labs 那他們的 風格又不一樣 因為他們只有 兩個人就創立那個公司 然後目前公司只有五個人 然後他們是 就是剛有提到 今年是 那個Handheld Game的翻譯 在他們的觀點裡 的 角度裡面 他們就會 當然看法就會跟前面兩個人又不太一樣 因為 他是 相對於一個發行商 很大的公司 他們是一個很小的公司 很小的工作室 他們覺得真正成功之後 就是他們的Cut the Road 真的 在 排行榜上 每天都排到第一名第二名之後 他們才發現挑戰才會接種而知 你要怎麼利用這些人 你要怎麼利用這些流量 你要怎麼去對待你的玩家 這些問題才會一直出現 如果 你那個遊戲消費逆機 那還就算了 他覺得 成功之後反而就是更多事情跟著來 然後他也是有稍微強調 就是故事跟世界觀的重要性 然後這一段主要是在呼應 剛剛皮特講到MFs的 故事跟世界觀的部分 然後他一直覺得 為玩家著想 玩家才會支持 玩家支持了 你才有更多機會去把 你的 一些玩家的支持的那些力量 轉換成貨幣 就是MFs的 轉換成錢 才會變成收入 那如果你做的東西 讓玩家隨時感覺有一種 rip-off 就是你好像 就是在框玩家那種感覺 只要有少數人開始這樣想 進界的那個 走勢就會不一樣 然後 他們講到他們的conversion rate 就是 這個conversion rate 真的是指說 多少人從下載免費的like版 到他們去下載那個0.99的付費版 然後他說大概有15% 然後其實15%對他們也是一個很大的儲值 因為 以前的一些免費遊戲 你要轉成那個 譬如說0.99、1.99 人家會買的那個conversion rate 大概才2%、3%而已 就是帶手機遊戲這塊15% 真的是不錯 然後他再來提到 口碑行銷是很重要的 因為 在mobile game 或者是說一些可能比較social的遊戲裡面 其實有73%以上的遊戲是 玩家口耳相傳 才會讓對方知道 所以 你的遊戲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你的口碑就出不去 所以他覺得很重要的是 你如何讓你的顧客 願意為你推銷遊戲 然後他說 想辦法達到Pretical Max 就是 有很多事情是 你 開始 碰到Pretical Max之後 也許 開始就會有一些 網站 免費的他會去 報導一些近期很紅的軟體 或是很紅的遊戲 那這個臨界達到之後 你的世界就不一樣 所以第一步應該是想辦法達到Pretical Max 那這個時候 那個主獎人有問他們說 關於Tablet的這一塊他們怎麼看 那他們就是覺得說 也許有一個方面是Tablet可以增加 就是家人朋友同時玩的一個 一個時間 他們說 在一些 他們在美國的一些 可能是美國 可能是俄羅斯 我都很確定 反正他們自己做了市場調查 我發現 他們在 特定的 時間 比如說 你推算那個時間應該是 媽媽跟小孩 會同時在家裡的時間 這個時候Tablet的 就是Tablet版本的遊戲的 啟動率是 非常高的 然後如果 可能是一般上班日之類的 那可能 或是上班時間之類的 那可能就是 Tablet的啟動率就比較低 所以他說 這邊是大家可以 稍微去參考的一個數據